OK,所以现在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说 这个商业模式应该是怎么要表达 为什么要,我为什么会这样表达 因为一个问题说,因为很多人一来听 有一个直消的感觉 所以我不要给人家一个直消感觉 而且我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象 所以我说未来的商业模式 所以其实这些要改为,改成未来的商业模式 那我就当然,我还没有讲之前 出来讲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做提养线 一定要有人提升那个人线 所以这个提升会提升那个人 第一,他让人感觉这个是一个大人物要上来 所以每个人都一定要背景有一个很好的故事 所以你当那个人一出来的时候 就不用浪费时间推荐自己 也不用讲自己有多好,不用讲 所以直接说,现在我今天要跟你分享 是未来的商业模式 你们对未来的商业模式 因为社会一直在改变,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跟观众交谈 会问他问题 所以因为你问他问题 他答回给你呢 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不是只是对一个人讲话 那个人还会有违性嘛 所以你通常可以问一下,对不对? 然后不停地笑 因为人家,你不能笑,人家就感觉到 可是有些人,他看到你的时候 你就说,你们呢 你们大家都要愿意选未来的商业模式 是不是?对不对? 因为你来这里 所以呢,这样说,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 不止未来的商业模式 今天呢,我会教你如何有五位数的收入 就是说大概,两个,大概这里是六位数啊 一个星期啊 因为这里是港币嘛 所以每个星期怎么有五位数的美金 或者有六位数的港币 每个一周 而且可以用电子商务 可是,可是不用电子商务的 你不用有那个技巧 不用学怎么做网络 也不用去投资在网络 不用出钱 也不用涂抹 好像微商来要涂抹,对不对? 不用涂抹 也不用花钱去打广告 你也不用去做那个物流 你也不用做服务 最好的是,你不用一直做销售 一直要买产品 所以,这个新的商业模式就叫 CropCommerce 在这里就叫 CropCommerce 我叫CropCommerce 因为给一个新的名称嘛 就是说这个商业模式叫 因为其实这个商业模式外面没有嘛 所以我叫 CropCommerce 就是说 就是CropFunding 对,CropFunding 就是众潮 就是众商 众商 众商 什么叫众商呢? 可是,还没有做众商之前 商业模式有很多种 当然,我们有阿里巴巴 有马云这些商业模式 对不对 可是阿里巴巴可以退休吗? 还是他还要请工人 请那些 就是 请那些天才来跟他打工 还要管理他们 对不对? 全部的香港的电子商公司 都一定有一个老板来维持嘛 对不对? 老板可以一年不回去做工 还有前进吗? 没有 所以他们没有持续性收入的 可是 我们大家都认识这个人 对不对? 这个人叫 Warren Buffen 对不对? 所以他讲说 如果你不要找一个方法 来赚钱呢 当你睡觉的时候再赚钱 你就会做工 打工 打到你死 对 为什么他这样讲呢? 我们 每个人 他 因为在他的书里面 他有讲 他有分析 为什么? 因为 这条倾线 就代表我们的费用 对不对? 我们到什么时候都有 水电费到 几岁都还要还 对不对? 医药费到什么岁都一定要还 对不对? 这个不能了 还有食物呢? 还有租金呢? 对不对? 还有坐车 对不对? 所以这些 这个 这些钱都一定要 一定要有的 对不对? 所以 可是当你在人家打工 很多人 多数的人是打工还是做生意? 打工 对 所以多数的人 一打工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20岁 打工最高薪水 这大概是40多岁了 从40多岁 50岁就开始降了 可能50多岁 60岁可能被草犹豫了 因为60岁 你薪水又高 你的力量也没有那么好的 而且每次看医生 我宁愿给年轻人这个机会 所以对不起啊 你60多你要走了 70岁肯定不用你的 OK? 所以公司一定会踩你 可是踩你 在60、70岁踩你的时候 你的费用还有在吗? 水电费还要这样还吗? 食物医生还要照样看吗? 可是当你年龄大的时候 我们始终一定会到这个年龄 可是每年 我们的食物啊 还是还在成长 对不对? 从香港开始到现在 那个钱啊 是不是越来越小? 对不对? 花费越来越多 所以呢 如果你到时候 你要把你存下来的钱 全部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把全部存下来 剩下来的钱 是越来越快不见 因为全部越来越贵嘛 所以钱就越来越快不见 所以我们是不是 要跟着成功者 学会怎么做 选择找机会 做仔细心收入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的 那如果要做持续心收入呢? 我们 哇 这么浪漫 OK 怎么浪漫 那我们呢 就要有三个趋势嘛 第一个趋势 是网络趋势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趋势是 要大概 网络要卖什么产品 对不对? 我们也知道 现在是网络趋势嘛 对不对? 现在网络就是现在的店铺 现在很少年轻人 这一代的年轻人 还是我们 都已经在网络购物了 对不对? 有谁在淘宝买过东西 每个人都淘宝买过东西 所以现在呢 是一个新的时代了 实体店现在很多人做的生意不好 为什么? 全部在网络了 所以我们应该是做网络生意 第二呢 网络就是实体店 现在的实体店就是网络 所以呢 第二呢 要卖什么产品 第三呢 怎么让电子商务 可以跟马云 亚马逊不一样 就是说 我不用打工 不用请工人 可是钱还可以照样进来 怎么做呢? OK 所以我就要跟你分析 可以跟你们分享 怎么做呢? 所以你问他们这样 他们就会觉得说 好我要去了解 你们是怎么做 对不对? 那第一呢 电子商务 现在我们的机会 还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全世界 就有七十亿个人 可是七十亿个人 只有一半 还有网络 所以再过几年呢 很快就会 扩展到九十八千了 所以电子商务 最快发展的时间 其实是2017年到2020年 它会通过到全世界区 所以电子商务 就是未来的商业模式 不是未来 是已经是现在的商业模式 所以呢 如果你现在做电子商务 2017到2020是最好的 可是如果要做电子商务 是不是要做很多东西? 还要做 你要跟亚马逊啊 当然我放这些牌子 因为这些牌子 是新加坡的牌子 所以我会放淘宝在这里 让这里的市场 适应 给他们看到 如果你要做这些生意呢 你还要 你需要做什么呢? 第一 等一下 第一 你开始的时候 第一 要会做网络 网店 怎么操作 对不对 也要知道 网店怎么操作 还有怎么设计 还有怎么翻译 成不同的国家 对不对 还有呢 你还要呢 做不同的 就是要收到不同的币 对不对 你还要找对的产品 还要做QC 对不对 还要做警察 还要做囤卧 还要做packing 你不做一定要请客人 还有做物流 不只这样 还有import export license 还有做服务 对 你现在淘宝有什么东西 可以打给淘宝服务吗 要有服务人员吗 都有的 还有叫做APP 还有人要打广告 这些公司 Uber 有没有打广告 Grab 有没有打广告 亚马逊 有没有打广告 淘宝有没有打广告 全部都有的 可是这个你们普通人做得起 做得出吗 做不出 可是如果今天我有个方法 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做电子商务 可是这些东西 全部都帮你搞定 你们觉得如果帮你搞定 你们可以做吗 所以呢 怎么说呢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电子商务了 对不对 我们应该是卖什么比较好 那如果今天呢 我们应该卖什么都卖 跟淘宝一样 还是专职 专职 怎么说呢 如果你要卖电脑 你要卖很多很多不牌子的电脑 比较好 还是做一个专注的苹果电脑而已 的店比较好 哪一个 如果你想做 买电脑呢 你想买苹果电脑 你会去电脑城 还是你会去苹果的店 苹果 苹果 那如果专业 应该专业在什么产品呢 现在呢 我这样透露你们一些东西 一些消息 你们喜欢透露一些大消息吗 你们想知道 苹果 谷歌 投资15亿美金 在什么行业吗 你想知道吗 是 如果 谷歌 投资15亿 在一个行业 对不对 你觉得那个行业是好的行业吗 为什么 我问你 现在如果全世界要知道全世界在找什么东西 谁最最会知道 谷歌 因为你们每个人都用谷歌找对不对 或者百度 所以百度跟谷歌 知道啊 全世界在找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要做生意 他们是先知道先 比你们更先知道 对不对 他知道每个月 每年 每个人在找什么 对不对 那如果他投资在15亿 的一个生意 你觉得这个生意 会不会 已经做到 他已经做到肯定了 才投资15亿 肯定 对不对 那如果呢 我跟你讲 苹果也投资15亿 可是苹果投资15亿 可是苹果投资15亿 也是一样的跟 跟 跟 跟谷歌一样 投资 可是呢 都是一样的东西 可是他是卖 苹果的 他是卖电子的 这个是网络 的 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可是他们投资在一样的东西 你觉得这个 如果他们投资在一个 一个事业 对不对 一个品台 一个industry 怎么讲industry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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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15億在抗衰老 阿里巴巴也投資在健康 還有Washington Post 臉書的創辦人 30億在抗衰老 所以我們應該做 專業在做什麼生意 抗衰老 所以呢應該是這樣做 講到這裡很重要 當一個人 我要先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你看這個生意是這樣做的 這生意就好像 如果現在你去印度 你現在肚子餓 可是印度的街邊有很多店 可以找吃的 可是你就覺得不懂 清潔不清潔 可是印度有一個店在那邊講說 我的水果是很清潔的 而且沒有防腐劑的 而且非常 我現在是新的 我開心的 而且現在有優待 現在只有五塊人民幣 五塊港幣 不是五塊 五塊港幣 然後我說我的是清潔的 他廣告全部寫出來 可是他那邊只有三個人在買 可是他兩個店下面 兩個店在街上 多兩個店 有一個店 這個店他沒有講它是什麼 沒有講它是賣最精潔的 最好的沒有防腐 他沒有講 可是他很忙 因為為什麼呢 有二十三十個人在排隊 在買 而且他的是十塊人民幣 港幣 如果你是我 你會去哪裡買 十塊買 十塊買 更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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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覺得 去那邊買 應該比較安心 因為這次二十三個人 不可能是錯的 這個只有三個人 可能他講的不懂 對不對 我不相信 對不對 所以排隊啊可以超越一個人的口才 排隊因為搞氣氛嘛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去解釋大學呢 為什麼要邀請人去我們的香港這個五週年 氣氛 你講了多少都不能贏過氣氛 所以呢當我在講座的時候在新加坡 當我在問的時候 你們在裡面要搞那個氣氛 所以當我問你們的時候 你們應該要 YES 很好 clap 一直當我問問題的時候 你們都答 好像你是坐在 而且不要全部坐在後面 跟新人全部混在一起 所以搞那個氣氛 他們也感覺到那個氣氛對不對 那當我講完的時候呢 我說其實我已經分享了 有沒有人想分享 對不對 其實我如果不用講更好 我已經講完了 一個人突然 我可以分享嗎 搞氣氛吧 他就快點排隊 其他的你們也出來排隊 一個一個講 見證 OK 可是那個人知道 三個見證夠了 可是排隊要排十個人見證 這叫做事 不懂就是 這搞氣氛 對不對 所以這三個人來講 分享的時候 第四個人要來講的時候 對不起夠了 夠了 就可以回去了 所以 新加坡 我們現在 我們叫他們這樣做的 搞氣氛 氣氛 比我這個人口才更好 我可以站在那邊 我口才不好 就好像那個人 沒有講他的東西 有什麼好處 可是排隊就夠了 所以其實解釋 當你解釋的時候 你的口才不用講得很好 只要最後有氣氛就好 這個人講做的 其實可以死死的 這個公司是什麼樣的 他是什麼什麼 他是什麼 其實你用USGS的什麼的 分享都可以的 你知道嗎 因為不靠你口才 所以我以前跟人家講 你如果沒有氣氛 無論我講的口才多好 都輸給一個 不會那麼講的 可是最後 有氣氛 還有很多人不可以分享 見證 我還輸給那個人 所以氣氛最重要 重要 重要 對 對 氣氛呢 氣氛比講師更重要 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道理也要了解 所以為什麼團隊在一起做呢 為什麼不要一個一個人談呢 因為一個人談沒有氣氛 你口才不好 又沒有氣氛 又沒有氣氛 對不對 帶入他們進來一個系統 因為這系統啊 進來就是一個氣氛 對不對 有人排隊 你氣要講什麼嗎 不用講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很重要 所以當我在問問題的時候 你們也是要回答 好 這個很重要 好 氣氛超越啊 你的口才 好 所以現在 我就講說 為什麼 現在全世界在花的錢 是花在什麼東西呢 換我看看 為什麼 你看 全世界的年齡最多年齡 最多年齡 接近65歲 成長得很快 長得很快 而且現在在新加坡 我不懂 你們的數據啊 在香港有 可以找到一個 這種數據嗎 他又在新加坡呢 是講說 七十年代 有十三個人打工 十三個半人打工 來養一個65歲 現在只剩下 四個人打工 來養一個65歲 再多十年呢 新加坡只有兩個人在打工 來養一個65歲 未來會什麼 會是怎麼樣 所以未來呢 打工的人 會比較少 老人會比較多 所以老人不能退休 以前可以退休 以前六十歲 你孩子跟你出去打工 你可以在家裡退休了 他們給你錢 現在不可以 現在六十五歲還不夠 到七十歲還不可以 除非孩子給你錢 可是如果孩子 越來越少怎麼辦 而且孩子壓力越來越大 你知道嗎 因為全部的東西 抑制不停地成長 香港從獨立到現在 那個水平有沒有跌 房租啊 房租沒有跌 一直在起耶 食物有沒有跌 沒有 從獨立到現在 沒有 沒有 所以以後還會再起嗎 會 那 那 所以呢 這些人還需要打工啊 六十歲 還要打工 所以為什麼要打工到死 就是這樣 哈哈 我不要 因為 越老啊 你的費用越高 醫藥費越來越貴 越老 醫藥費就越貴 所以現在 我們做 如果要做 抗衰老 對不對 他有三個階段 可是這個其實 不用講的啦 其實多餘的 這個其實這個 你可以拿掉 我只是講說 抗衰老有三個動作 一個是 防止 一個是 維持 一個是 維持 一個是 維持 然後 我們健康也是有 健康 維持 防止 還有 治療 所以呢 如果你現在有 十億 你會把錢放在投資 在哪裡 全部 全部 對 所以現在 我們要告訴你 怎麼不懂 電腦 不懂 電子倉務 也沒有要 沒有錢投資 也不懂 抗衰老的科技 對不對 不懂哪裡找到 最先進的科技 來做一個生意 所以 所以 有時 有時 有沒有人 覺得 有時候 在 有時候 在生命裡面 有時候需要 貴人 有時候 我們會 比較 幸運 所以今天 我要告訴你 是你的幸運 因為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因為我要把氣氛 positive 所以說 我就會告訴別人 你可以跟你旁邊的人 說 你今天很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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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三年前很幸運 就發現到一個 找到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可以讓我 跟國際性的一些人 最先進的 電子商務平台 還有最先進的 生物科技的醫生 可以跟他們一起合作 那今天 就是你的幸運 你也不用投資 不用給他們錢 你就可以做這個生意 怎麼說呢 這個公司呢 我就講公司背景 所以這個公司呢 我三年前跟他合作 我這個公司在六年之內 達到全球第一個公司 在全球得到十億億業績 而且一點廣告費也沒有出 而不只這樣 這個公司呢 連投資者也沒有 這個公司 這個公司就叫傑視 這個商用 這個平台叫傑視 那傑視平台是免費的 你不用還錢去設立那個網店 是免費的 怎麼說呢 這個公司呢 在六年內 得到十億億美金的一年業績呢 跟蘋果跟臉書一樣 可是呢 蘋果有很多投資者 對 臉書也是很多投資者 對 蘋果也是打很多廣告 對 Facebook也是有還錢打廣告 對 可是呢 就是一點廣告 沒有打廣告 也沒有投資者 卻能達到十億美金 所以呢 而且拿到228個獎金 那如果一個公司拿的獎項 越多 越好 還是越少 越好 越多就代表這個公司肯定 有一個肯定 對不對 你們要代表一個公司 要做一個 要跟一個人 partner 你想跟 有很多 得到很多獎項的公司 做你的夥伴 還是沒有獎項的公司 做夥伴 很多 對 所以這個公司有228個獎項 其實現在超越了 而且它在去年呢 獲得全美國最快發展的公司 所以已經擴到140個國家 那這個商業 電子商務商業模式 跟亞馬遜這些有什麼區別呢 我先給你看 亞馬遜是1994年開發 到現在只有擴到16個國家 拉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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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不懂 好像淘寶這樣 它是亞洲的 所以它只是在亞洲六個國家 可是呢 它的業績是 它現在呢 有我們的新加坡政府的統治 可是這個公司只需需在七個國家 還有呢 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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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有沒有 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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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太空 全部的電腦都是他搞的 所以他搞的那個電腦 你說他是不是很聰明的一個人 他的電腦科技超越你普通的蘋果電腦 因為蘋果電腦不能做到太空去的 要很複雜的電腦 所以他其實有三個公司都是電腦師 賣掉都已經退休了 可是有一天因為偶然的機會 他已經退休了 可是他老了因為股有問題 所以裡面軟股沒了 他就去他的朋友介紹他去看一個好萊塢很有名的醫生 那我可以給你看這個兩分鐘的醫生嗎 所以我就給他看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有萬博士講說他的股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過後呢 我就講說他已經出到很多很多 每一個電視台都有出他 因為他是其中一個頂先的第一個 用幹細胞可以長回一個人的科技 所以現在這個人其實下個月就要來新加坡 你沒有跟他拍過照 有 為什麼不要 你應該跟他拍照 因為他就是你的生意夥伴 你知道嗎 所以如果你說我代理什麼產品 不是傑視產品 我是代理他的產品 傑視什麼 傑視只是一個平台 傑視就跟淘寶一樣 淘寶裡面是不是賣很多不一樣的產品的品牌的產品 對不對 可是呢 淘寶是什麼都買 他是超級市場 可是這個傑視不是超級市場 優化細胞管理系統 對 優化細胞管理系統 對 優化細胞管理系統的科技 他是專注 所以專注專注專賣電嘛 專賣電嘛 對不對 所以他的專賣電呢 是 是修復細胞管理系統 所以呢 他才跟這個醫生合作 所以這個醫生是其中一個修復皮膚的 這個科技 頂頂線的科技 這個醫生就發現他可以用 他發現成潤幹細胞其實 是可以讓我們更新性的細胞 而且他中間他們有一個語言 所以他找到那個語言叫生長因子 所以有些時候我去叫 因為有些時候每五分鐘我會想 每五分鐘要跟他們交談的 不然他們會一起這樣 所以每五分鐘我就會問 你可以跟你旁邊的人講說生長因子 生長因子 因為這是新的詞 所以我要他們學 OK 生長因子就是他們的語言 他們不是講廣東話 OK 你可以講一些笑話 他們不是講廣東話 他們是講生長因子 所以他們的語言叫生長 所以他就做到這個技術 能把生長因子拿出來 所以裡面那個 他的成分裡面是沒有幹細胞的 是生長因子 那他的生長因子 為什麼跟 因為現在有很多外面 講說幹細胞科技好像 就是那些植物的幹細胞 對不對 植物的幹細胞 好像plant的幹細胞 可是這個幹細胞 這個生長因子幹細胞 跟那個幹細胞不一樣 植物的幹細胞 這個是額外講的好 其實再講這個不用講的 因為植物的幹細胞 當它的那個葉子被割傷 它會不會修補的 不會 它不會的 植物的 植物的不會 它不會自己修補的 只有我們的細胞 成分幹細胞 才會自己修補 所以你用它 不能用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的皮膚上修補 因為只有我們的幹細胞 才能修補自己 外面的那種植物幹細胞 不能修補的 我們割傷 我們的幹細胞 會修補 對 你把那個葉子去割 它會修補 它不會修補的 它不能修補的 所以區別 你要知道在哪裡 OK 這是我來講的 這是因為最近 我們的一個醫學顧問 Dr.Antar 在馬來西亞 做我們的馬來西亞大學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問他 這個跟植物有什麼不分別 他就跟我解釋 所以以後你可以跟人家講 神人幹細胞修補 跟你的外面的植物幹細胞修補 是不一樣的 植物的幹細胞 它的割傷它可以修補嗎 不可以的 可是這裡呢 我們的皮膚割傷 我們的幹細胞可以修補 所以我們是用伸展硬質 來讓我們的幹細胞 自己修補自己 所以不一樣 所以呢 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需要那個產品 可以自動人家會分享 那如果有療效 他們要知道療效的效果 可以讓普通人會分享 所以他們就做一個調查 就請一個第三者的公司 找17歲到70歲的人 而且不同年齡不同的皮膚的問題 全部用 可是他們不知道裡面成分是什麼 所以只是用 用了56天 65%的皺紋不見 有誰在這裡啊 65%的皺紋不見 對 就用這個有沒有博士的產品 用了兩個月 他也是男孩子也可以用 那如果你要你的丈夫年輕呢 你也可以叫他用 不敢OK 怕被小妹妹追去 OK 那講一些笑話 那這個人呢 他用了一個 產品叫 什麼康 Mary Kay Mary Kay 用了20年 變成這樣 用了 紐曼博士的產品 變成這樣 所以我沒有講 爵士的產品 我講紐曼博士的產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 帶領紐曼博士的產品 比較高檔 如果講 傑士的產品 如果他們以為 傑士是指教公司 他們就 看到我們的產品 是低調的 可是我們的 跟近年 都比不上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可是 你講的 方法很重要 所以 所以 調查過後呢 74% 發現他們的 皮已經 比較結實了 所以這裡講 有結實的皮膚 還有呢 87% 覺得皮膚變嫩了 變嫩而且有光澤 誰要變嫩有光澤 對 87% 覺得他們的 皮膚越來越年輕 對 誰願意皮膚越來越年輕 對 還有100% 憂鬱不覺的 會介紹給 說他會介紹給朋友 他也不能賺錢的 嗯 他也不 他也不懂裡面是什麼 可是用了只到 知道 用了兩個月 他知道說 這是好產品 他會介紹 沒有錢的 給他 也會介紹 可是他們 其實公司 不只做 一個調查 他做兩個不一樣的 不一樣群的調查 可是效果 兩個 還是100%說 會介紹 所以沒有錢賺 還會介紹 所以你們如果 得到效果 有錢賺 要不要介紹 要 沒錢賺 人家都介紹 所以他的物腹科技 這叫物腹科技 這叫物腹科技 不是物腹品 物腹科技 他的物腹科技 他有一個 treatment的 effect treatment 治療 他有一個治療的功能 那 LeMia沒有治療功能 這個有治療功能 怎麼說呢 我先給你看 這個人 有很多動 對不對 他的動已經20年了 可是呢 因為他自有 他有治療的 的一個現象 他覺得生長 新的細胞 就變得比較淺 還有這個人呢 有那個 疑腺病 疑腺 那個 Eczema 噢 噢 濕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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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話 濕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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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差 我也有 對呀 沒有掃存 可是他擦了那個濕疹 呢 10個小時過後 就消了 不用用藥 因為藥有反效果的 對 還有那個人 你看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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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用機器的 很多人啊 還幾萬塊啊 去用那個 去做那個 那些 做那個物療 做那個 治療 做那個治療 現在這個不用治療也能得到效果 比那個機器更好 昨天我去珠海 我有一個美容師 他的店裡面有很多治療 他有很多黑斑 他去IP 做很多很多 可是卻沒有減輕 而且變得更糟 做到皮膚更敏感 這就是用了解釋的產品 其實他三年前也知道解釋的產品 可是這樣用了一下子 一兩個星期他就不用 可是因為他看到他的朋友 三年前介紹他現在變得更年輕 他就比較 有信心 剛好用了兩個星期 就已經有療效了 超越他 他說他已經投資不同幾萬塊 去做治療 還買了個機器 而且他是在幫別人做 你知道嗎 自己是美容師 所以他說用了兩個星期 所以我這個開始 用兩個月現在我的班錢很多了 所以他才知道 他才體會到其實這個 比那個機器更好 所以他有一個治療的功能 治療功能 你看我這個人燙傷 他煮飯 煮草 那個火燒到 一個月過後我就修補 兩個星期你可以看 這個本來要去看醫生 他快點查精華液 所以這種治療呢 要去醫生的 而且這種治療你用 冷面冷空可以嗎 OK 還有皮咒 這個我朋友 因為他上了報紙 因為他被幾個 他是摩托車 三個車撞他 可是他很幸運沒有死 剛好他也是我的團隊會員 所以用了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這個如果不是治療 這是什麼的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你看 這個皺紋慢慢不見 這個是我的朋友 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 只有一個產品呢 可以做治療 可以做米白 可以做光澤 可以做皮皮 可以做 可以減輕一點皺紋 細紋 醫毛紋 還可以修補傷口 還可以沒有算是沒有乾燥的皮膚 也沒有油膩的皮膚 什麼皮膚都可以變 變好 你還需要冷面冷空這些東西嗎 不用了 這種科技啊 外面沒有 那如果外面沒有 你可以做全世界 可以全世界賣這個東西 而且不用囤貨 不用送貨 不用做服務 而且可以代表這個醫生 而且不用建網絡 因為全部幫你搞好了 物流全部幫你搞好了 你願意嗎 對不對 所以 還有多一個產品呢 就是這個 Installist 給他看 因為這個 一分鐘看了很震撼 欸 不見 我每次都會搞笑 有沒有聽過Cinderella的故事 到了十二點 然後快點回家 因為全部會變 變回去 可是我說這樣 維持只有八個小時 所以有時候 講一些笑話 然後每五分鐘 要想一個方法 跟人家交談 他就會很悶 對不對 這個我們也放在Facebook 推薦給人家看 你看 有九千多個人分享 九千多人在看 很多人在看 幾個人分享 六十一個人分享 他們怎麼叫他們分享 他把這個發過去 你們有誰想要免費Sample 你只要幫我Share 喜歡我 還有幫我Share 我就會給你一個 一盒 不是一盒 一個 一條 樣板 一個樣板 可是樣板 也是有給你機會 跟他談這個生意 對 所以這個 就做這個六十一個 他就給一些 小妹妹 我一個朋友 你幫我發這個 我給你五十塊 再給你免費的 那個 那個東西 你幫我發這個東西 所以他就發咯 他就幫我朋友發 他怎麼幫他們發 哇 Have you guys seen this I'm back on and treatment 因為小妹妹很多人喜歡看的 所以小妹妹美麗的 妹妹講到這個 對不對 Going Viral 他也跟人家講 他外面也講說 如果你們要 你可以跟問我 我的朋友 嗯 不是問我 嗯 那我的朋友說 如果你幫我分享 還是 還有你LINE 幫我分享 我的朋友就會給你一個 你可以問我的朋友 有一個免費的 嗯 所以不是他在推銷 他是幫他的朋友 嗯 就不一樣 用有名氣的小妹妹 那有他 因為他認識 因為他認識那些 每次車 這個那個車 那些跑車的展覽 對不對 很多小妹妹的 所以他就認識那些老妹妹做朋友 哈哈 嗯 所以他說 你幫我 放上去 我給你 250港幣喔 嗯 新加坡50塊 嗯 你幫我POSE 嗯 就這樣喔 所以搞到 這個是提供科技 還有另外一個醫生呢 也跟我們一起合作 因為他看到這個平台 另外一個醫生叫警巴巴伯士 他就講說他的背景啦 嗯 他是太空署的顧問 還有Thomas Edison的ID生獎 嗯 還有呢 還有諾培爾主持獎 被提名兩次 嗯 為什麼呢 他已經發現到 他可以把人家的成人幹細胞 可以把裡面的機關 全部變年輕 可以回春 所以我就給他看這個短片 嗯 大概一分鐘 兩分鐘的短片 可是 我現在沒有中國 沒有中文字 嗯 你們可以加進去 嗯 那 這個醫生就 如果你有跟他拍照 應該比較好 我現在跟 沒有 你有 是在為你 為醫師 對 所以我就講說 他現在有一個方法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我們的 現在 有多厲害呢 擋不存啊 每個人都知道 有人有擋不存 每個人都知道 有人有糖尿病 每個人都知道 有人有癌症 都有的 如果這個全部可以幫人家 做 搞好 對不對 那你覺得有市場 那你覺得有市場 所以他現在 香港有七千萬個人 對 七千萬 對不對 那這個就等於有 整個香港都是糖尿病 要成七個香港 八個香港 七個香港 所以現在在新加坡 每三個人 一個人會糖尿病 現在這個是2010年 其實最新的是 每兩個人 一個人在新加坡 會糖尿病 我 這些數據 我看你們可以 去找 OK 那我就說 這個醫生呢 就介紹一個東西 叫白柳爐孫 那你們有沒有聽過 什麼叫白柳爐孫 沒有聽過吧 可是聽過紅酒 對你有好處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紅酒裡面 擁有這個白柳爐孫 是這個醫生 David Sinclair 他發現的 在90年代發現 這個白柳爐孫 其實生存在皮膚的 那個葡萄的皮 它可以修補我們的基因 所以他在那個 叫《Time Magazine Most Influential》 你可以在網絡 YouTube也可以找到他 他是一個博士 來講科 這個白柳爐孫 總末可以讓一個人 修補他的 修補他的 損壞的細胞的 的基因 而且就可以讓那個人 回春 所以呢 也有書出版 出本這些 可能 我應該放中文的 其實都看得到 找到 照片 所以這個也是科學 他們的證明 政府也有報告 這個就是那個 大學的 就是大學的那個 research 研究 研究 大學的研究 所以證明 他可以呢 有解掉 那個糖尿病的現象 也能 白柳爐孫 也能殺 癌細胞 他也能幫高血壓 而且他也能幫發炎 體內哪裏發炎 都可以幫 好像你有發燒 都是發炎 頭痛 發炎 只要裏面的器官發炎 腫還是什麽 都可以 所以現在 如果要喝紅酒 要喝多少紅酒 才能夠達到這個 白柳爐孫的療效呢 我就給他看這個視頻 這個視頻呢 只是一分鐘 他就會講到 最後一次 最後那邊 他就會講到 他就會講到 要喝一千杯紅酒 所以 為什麽到現在 還有 不是很多人知道 因為要一千個紅酒 第二呢 醫生在醫院 也不能給 這些天然的東西 因為 你去醫生 他只給你藥物 醫生不會給你天然的東西 對不對 他不會說 你現在活動不錯 你應該吃藥材墊的東西 他也沒有跟你說 你要吃 Honey 對不對 吃那個蜂蜜 蜂蜜對你好嗎 可是他沒有叫你吃 他給你藥 因為醫生呢 醫院 他們只 是受到 那個 就是說 他們有一個 藥 Association 就是說 Medical Association 只能講藥的東西 所以 這個也沒有用到 在醫院 可是呢 只有最近呢 第一個公司 找到一個方法 就是 解釋 認識一個人 也是通過 有曼博士 不是 阿琴巴巴博士 認識一個人 可以擁有 這一包裡面放在 七百 三百七十二 紅酒的白藥瓶 放這一包 你說 貴不貴 一瓶紅酒多少 七百七十二 瓶紅酒多少 他把這個技術 很難拿到的技術 把它放在裡面 而且他給你一包 又好喝 因為呢 他只是一包這樣喝下去 而且你可以含在你舌頭裡面 因為如果是治藥丸 他發現藥丸的吸收 只能吸收百分之二十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進去肚子 是酸性的 酸性多數的營養都已經殺掉 所以最好的方式 吸收白藥瓶 都放在舌頭下面 含熱大概二十秒到一分鐘 再噴下去 通過口香聯盟 這樣吸收就可以達到九十多巴仙 所以 這個你覺得貴不貴一包 可是現在呢 一包 你如果要在網路跟直接開門買 因為他們沒有打廣告 他們也沒有實體店 所以一包只需要多少錢呢 一包 港幣一包要多少 二十三 二十三港幣 二十三港幣可以買一瓶黃酒嗎 所以你覺得這個便宜嗎 對 所以呢 如果你這樣講就很便宜 OK 那裡面除了有白藜瓶酥呢 他再加上一些抗氧的東西 就是再加上這些水果 所以加上這個水果 能讓那個白藜瓶酥的功效呢 可以讓他增倍到三倍的效果 所以為什麼加那個抗氧化 抗氧的 所以 antioxid 所以這些都要加進去的 所以呢 你覺得這堆已經便宜了 再加上他加給你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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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那個 抗氧的東西 哇 那不是價值 價格不是更貴 可是只有二十多港幣 一包 所以這個阿姨呢 用了 從 用了 這個 變成這樣 欸對不起 從這樣變成這樣 OK 其實我是故意這樣講的 搞氣氛啦 OK 對不對 如果我講 因為每次都講變成這樣 可是我沒有看 吃了一年 從這樣變成這樣 人家就笑 我是故意的 所以這個人呢 用了一個月過後 你可以看他中風 就好了 這是我朋友的爸爸 一個月 一個半月 兩個月 兩個半 九十多歲 所以九十多歲 還有機會回春嗎 還有這個是糖尿病的見證 我看你們的見證太多了 很多 幾百個見證 不用太多 嗯 這個是那個喉嚨那個 Tiroid 一個型 這個是你們也知道 這個是那個癌症 還有 皮膚癌 啊 末期的 所以他一天喝酒包 喝了五個月 就已經好了 所以這個我朋友 從Uncle變成Auntie 欸不是 變成Aboy 這個也是我做一個搞笑的 在新加坡 所以現在你有一個天然的東西 天然的東西沒有法叫 天然的治療 你喜歡藥物治療還是天然的治療 天然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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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不是只有治療一個東西 他治療很多東西 所以呢 為什麼這個醫生變成那麼 找到這個白柳順的人那麼 那麼 那麼 有那麼 他名氣 很有名的 因為他是第一個發現 白柳順工廠 嗯 所以呢 現在 你們要做生意 可以做這三個 全部都可以做 第一個 你有從治療到 房 癒房 都可以的 用那個精華液 你要這個 全部都可以的 其實非的這些不用走 因為其他產品我不講 為什麼呢 因為其他產品我不講 是因為呢 我不要耽誤了時間 嗯 所以其實兩個最好的產品就可以了 嗯 最主要是過後 他在談什麼 我們你可以帶你去公司看 我們其實還有其他 這個是對哪好的 這個對什麼好的 還可以講 嗯 可是現在在我們這個 做這個presentation 不用講太多 嗯 已經聽了這兩個人 覺得哇 只要他的感覺是哇 就可以了 不用講太多了 那 過後呢 我就說 只要你願意 用醫生的產品 你願意喝一包嗎 372個紅酒 再加上有抗氧的 只有20多美金 每個人可以喝得起嗎 20多港幣 對啊 所以只要每天喝一包 修補你的基因變年輕 Alright 少過一個星巴克咖啡 你就可以做這個生意 嗯 那你 你們要賺港幣還是美金啊 美金 美金 對 所以美金 你們每個月的 一年的薪水啊 是12次對不對 嗯 你們願意 要你們要達到12次一年 還是每一週一次 每一週一次 我給你看區別在哪裡 每一週是52次 嗯 每個月是12次 區別很大 好 還有加上呢 才有四個收入 嗯 我講四個收入 我不要講六個 好 因為啊 你跟那個人講越多啊 他就問得越多 嗯 嗯 所以這個商業模式電子上 為什麼不一樣呢 你是代表這幾個 這些醫生的品牌 OK 可是通過 傑斯的一個 啊 一個 傑斯的一個 平台 平台 用傑斯的平台 來賣他們的品牌 傑斯的 平台 傑斯的那個 平台 傑斯的那個 平台 平台 用傑斯的平台 來賣他們的品牌 對 所以呢 傑斯是沒有 你沒有感染高 所以是通過 每個人 只要是消費者 就有自己的網絡 嗯 你只要通過人 與人介紹 或者通過交互媒體 咳咳 他是怎麼做的 當你是他們的消費者 你就自然會有 擁有這個全球的網店 這個網店呢 全球的網店呢 就有你的名 對 你的username .joneskoro.com 你的這個 網店有什麼功能呢 它可以讓你看你的 整個 全世界的業績 多少 全部可以從你的電話 都知道 而且呢 你也可以呢 把這個網店 發給不同國家的人 你發給中國 它就會翻譯成國語 你把它發 發給一個美國人 那些人在美國 一開你的網站 就是 英文 你發給俄羅斯 就是俄羅斯語 你發給日本人 就自動 你的網絡 會翻譯成日語 所以 全部的公司 都已經在那邊了 對不對 所以除了這樣呢 ok 所以呢 我先講 這四個收入 好不好 第一個收入是零售 零售 零售呢 就是賣產品 其實我做這個生意啊 我是不喜歡賣產品的 你們如果覺得產品好 你要賣也可以 你只要把網店呢 你通過你的網店 你可以發給145 超過141個國家 你可以把那個網店呢 發給145 超過141個國家的人 只要他們上網 訂購零售 你就賺百分之 直到40 怎麼說呢 在新加坡 如果你發網店給新加坡人 他買零售兩百塊 你的批發價是一百二十幾 你就賺三十幾美金 七十三美金 啊 啊 新加坡幣 可是呢 我從來做這個生意 沒有賣過產品 沒有賣過這個零售 欸有啦 有 開始的時候有 我是通過那個 Google 賣了五十瓶的那個精華液 可是這個是維持不久了 因為我不喜歡一輩子賣產品 ok 我知道 傳統生意 每個傳統生意 要一輩子賣東西的 你賣食物 你就要一輩子賣 可是 我怎麼賺錢 如果沒有賣產品呢 啊 等一下我告訴你 第二個收入人 是 賣配套 一個人可以上網店說 我不要賣零售 我要賣配套價錢 啊 賣配套價錢 你能賺到百分之十八 欸 百分之十八 上面 這是第一個收入 也是要賣配套 還是要賣東西 啊 所以一個人上網去你的網店 他說我要買配套 就按那個交入會員 從這裡呢 他就可以訂到配套 所以剛才你看的那個 我們的配權金法對不對 配權一盒有三十包 所以裡面呢 是大概 呃 零售價是兩百新加坡幣 嗯 那如果要十一赫要兩千兩百 可是如果一個人買套餐呢 十一赫他就只有一千兩百八十八 他就省了九百多塊 嗯 可是你就賺十八八千了 不是四十八千了 因為他已經達到折扣六折了 嗯 所以第一個收入 所以你可以賣零售 或者賣套餐 嗯 OK 零售四十八千 套餐你賺十八八千 可是這兩個收入我都不喜歡的 因為這兩個收入呢 都是 就是要賣才有賣 賣產品才有錢 沒有賣場沒有錢 可是第三個收入是我最喜歡的 這個收入是 做全球消費 全球的消費商 全球消費商 為什麼說全球消費商呢 因為這個商業模式 跟別的電子商務區別在哪裡 OK 你知道為什麼麥當勞那麼成功嗎 那個麥當勞創辦人 還有新巴克創辦人 還有大高洛 為什麼會那麼成功呢 是不是因為他們賣 和寶寶 賣薯條 賣薯條 他寶寶到處都有啊 對不對 啊 是不是他們在賣 賣大高洛 是不是因為他賣的東西好吃 所以他可以賣到很好 是不是 不是 其實他們賺到大錢 金巴克賺大錢是因為開分店 不是因為賣產品 開分店才賺到大錢 賣產品賺到小錢 大家跟大家說 賣產品小錢 開分店大錢 賣產品小錢 開分店大錢 那你們要賺大錢是小錢 大錢 對 所以大錢怎麼開分店呢 其實我們的商業模式 結市的商業模式是這樣的 當你是那個一生的消費者 你拿了套餐的時候 你自動就有自己的網店 你就變成消費商了 你就變成 你自己是這個生意的夥伴 你自己有自己的網店 你可以不可以去淘寶說 我去淘寶買這個東西 我可以帶你淘寶了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的 所以這個商業模式很先進 最先進的 他連淘寶都沒有這個模式 可以讓你帶 即使他可以帶你 他只可以帶你到十多個國家 即可 卻可能帶你到幾個國家 一百個四十多個國家 所以怎麼帶你呢 你只要把你的網店 可以發給可能中國人 那中國人一開那個網店 他要買套餐的時候 跟他一生訂貨 一生買 他就有自己的網店 他就是你的分店 這叫你的消費商 可是一個人可以買配套 可是沒有做生意的 那個就不是你的消費商 所以其實那個區別 一個人消費者的概念 還有消費商的概念 是不一樣 有人可以買配套 可是不是消費商 是消費者 你要找消費商 就是說 他不只買配套自己用 他也自己要做這個生意 OK 所以這個人 他買那個配套 你就賺十八%第一次 可是第二次呢 他不再跟你網店買了 他在他自己網店買 所以自己網店買自己吃的薯條 你沒有賺 他自己買配套自己買 就買批發價的嘛 你就沒得賺 可是你賺什麼 你只能賺到七分 他買一盒配套 你就賺六十七分 他買兩盒 你賺多少 一百二十七分 OK 可是這個人他的網店 他可以發給朋友在俄羅斯嗎 可以 可以 俄羅斯可以發給非洲人嗎 可以 這個非洲人呢 這個生意很好 你可以讓你賺到 不應該賺到的錢 這裡有沒有有人想賺到 不應該賺到的錢 那 你介紹你的朋友 他每個月 買那個配套自己用 重複教育 你賺六十幾分 這應該賺到的 可是他這個人 非洲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 可是他可能他需要十赫 十赫就六百分對不對 這個六百分 你知道誰拿到嗎 這個人拿到應該嗎 應該 因為他推薦他了 六百分 可是這個人在中國 不認識他 他也拿到六百分 你在這裡 香港也拿到六百分 一個人成功 每一個人都拿一樣的幾分 你說 這個好不好 好 你應該賺到的嗎 不應該的 可是這個人 他還可以介紹給人在美國嗎 可以 美國有朋友可能可以介紹給香港嗎 可以 香港再介紹給中國嗎 可以 中國認識人家在非洲可以嗎 可以 非洲的朋友有認識多一個朋友在中國嗎 可以 所以只要每個網店連接到全世界 沒有限制 而且你不能控制的 因為不知道 你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知道朋友在什麼國家 你都不知道了 可是因為他有一個潛能 可以發展到全世界去的 那 全部的網店的積分 你都拿百分之百 好 所以這個商業模式呢 是每個人都可以一起 所以一條線 那如果我介紹給 那如果我介紹給他 他就給他 到這個美國朋友 美國朋友 就是他的 他這個非洲的朋友 他在美國 美國的朋友是香港人 他需要你幫助 你會不會幫他 會 因為 如果他加入在這個美國的人的線 每個人一條線都拿一樣的積分嗎 誰喜歡 共同分享 的概念 全球共同分享的概念 財富 所以這個每個人都拿 所以積分呢 你不停過長 不停的重複消費的積分 不累積 可是你最少 要有兩個分店 還可以賺到錢 所以你要介紹多一個分店 所以這個分店 就介紹 給你介紹好 就介紹開開開分店 到全世界去 那每個人都是消費商 就是消費商 那就是要開分店 那兩個分店不停的開 你兩個積分 從兩邊來的積分 只要有一邊有600積分 另外一邊有300積分 你就自動賺到35美金 不應該賺到 因為這個人可能在這裡 他買5克 你就有300分 所以他買6克 10克 你就有600分 就是35美金 是賺到不應該賺到的 因為你這個人 你不認識 這個人也不認識 你都沒有推薦他 所以讓你賺到 你不應該賺到的錢 35美金 所以現在35美金 可是呢 因為他的分店沒有限制 所以 可是積分 他一定要有限制 所以最多35美金 你能賺到一週 26,250美金 一週 夠你們休息嗎 夠了 你們有沒有投資在這個平台 沒有投資的 你們只是用產品而已 你不可以說 你用產品是你的投資 因為我們自己 只買夠自己用 不用突破 我們也沒有賣 我們的產品 沒有賣給別人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突破 你沒有消費 這個生意是免費的 你只是消費者而已 所以這個生意可以賺到 兩萬六千兩百五十一週 好不好 還有多一個 所以這個收入 是開分店 要找幾個分店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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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你們周圍有沒有 有沒有機會認識 你周圍的人有沒有機會認識 兩個人 想做全球的生意 可是可以讓他看到 這個生意 不用投資的 可以 不只可以賺到 不應該賺到的錢 就是持續性收入 OK 現在打空永遠沒有持續性收入 這個可以永遠都有持續性收入 而且可以擴展全世界去 對不對 有什麼生意可以這樣 不用出錢可以有了 所以 有沒有朋友 覺得 會不會有兩個朋友 如果來聽 會欣賞這個商業模式 沒有 沒有 因為沒有人在這裡虧錢 虧不了錢 你買他們自己用 醫生那麼有名 你可以代表他們是你的榮幸 還有 第一個收入叫 全球管理收入 怎麼說呢 你推薦的那個 那個分店 那個分店 它有沒有錢呢 也是可以建 兩個分店 對不對 他也可以賺兩萬六千 兩百五十 對不對 每當他賺兩萬六千 兩百五十 你就能達到百分之三十 的他的收入 所以如果那個人呢 賺最多是兩萬六 他的工程是兩萬六千 兩百五十 對不對 就代表是大概一個月 大概有十萬吧 十萬你呢 你有三十八千的 的 的 持續性收入好不好 好 十萬有三萬美金的 可是這個只有你直推的 直接介紹的 你可以直接介紹外國人嗎 你可以直接介紹到一百四十 一個國家的人 所以這個人呢 開發 可是你可以有幾個直推 你可以有無數的直推 所以無數的三十八千 無數的三萬 所以就因為有一個人推薦我 三年前 他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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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寶石 到現在還是 到現在對 他的碰一個月只有十次 哈哈哈哈 可是他這個藍寶石呢 一年啊 有兩百多 二十多萬美金 一年 因為推薦我 明明啊 明 因為他不受搖 他一定一怕 他沒碰局 但是有 他沒碰局 可是他有這個管理獎 所以 找對人就是 所以呢 什麼人都可以 所以什麼 所以這個生意 全部都給你了 你有一個全球的網店 沒有 還有給你那個APP 你可以看你全球網店的 銷售量有多少 什麼國家 幾個分店 全部都可以從你電話查出來 他給你這個功能 而且呢 你不用同貨 也不用重貨 也可以跟很有名的醫生一起合作 而且 如果你是開分店 你不用永遠在賣產品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如果你願意呢 如果你願意給自己家庭更好過 你願意不要一輩子打工 你願意如果做生意 不要一輩子一直賣產品呢 我歡迎你來加入我們一起合作 幫你建立你的財富 而且呢 因為每個人呢 都有一樣的 一樣的產品 還有每個人都有一樣的網店 所以成功力很高 因為已經做到的成功的人呢 他所有的精力可以跟你分享 是因為是一模一樣 嗯 那如果你是做韓國餐 還有做麥當勞餐 雖然兩個都是餐廳 可是 如果這個韓國人要幫你 做麥當勞的餐廳的 他給你的指導 會不會一模一樣 不會 不會的 而且他沒有一個經驗班 可是這個因為我們的網店 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的產品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接觸問題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什麼問題都已經解決了 因為我下面呢 我有近四萬多個分店 在五十多個國家 哇 哇 哇 所以呢 我們有一個分享 下 明天就有一個分享 明天分享就教你怎麼 炒你的老闆魷魚 哈哈哈哈 怎麼在三十天之內呢 能賺到一萬美金 在三十天之內 如何得到一萬美金 在三十天之內 很多人每個人都要來的 出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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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有些人還沒加入的 他也會想來 嗯 嗯 嗯 這個可以做 嗯 嗯 嗯 OK 還有呢當然如果你今天簽單呢 你就能加入我的 臉書的 臉書銷售的課程 哇 我的銷售課程呢 在新加坡賣是兩千多 就是一萬多港幣 哇 哇 今天 今天 用這個 開始用這個 產品 讓你什麼 你就可以上我的課程 只有今天 哈哈哈哈 這個在新加坡才有啦 香港還沒有我 等一下有 等一下有 等一下 要搞一個出來 可以 OK 所以呢 這樣人家比較吸引力 那現在呢 現在我的講完了 那你們要做什麼動作 好 好 怎麼加入啊 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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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快點排隊 對 但是應該是問題 你分享 你沒有 你沒有做Q&A的 對沒有沒有 我講完了 你講完了 MC就出來 不是那些第一次來的分享 那些妹分享 等一下 我是講師對不對 不是第一次來的 講師一講完呢 就要下台 然後MC快點上來 MC講說 那我們再次 感謝 Winston的分享 謝謝 謝謝 那現在呢 我要分享 那現在呢 我們已經玩了 有誰想分享 每個人放洗洗手 OK 每個人快點跑來這裡 誰想分享呢 就現在來這裡 可以嗎 所以 所有都在Q&A 哈哈哈 那下一集也是這幾個人 哈哈哈 每一趟來的人不一樣嘛 所以現在呢 當有新人加入的時候 想經營做這個事業的時候 每個人都做一樣 每個人做一樣的動作 所以呢 當分享過後呢 當我第一個人分享 其實我只要三個人分享就可以了 其他的是 只是做考氣氛而已 嗯 Cally Fa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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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沒有Q&A的 OK 沒有Q&A 沒有的 但是我心裡面聽完以後 很想問問你呢 Q&A呢 他可以跟這個人談 啊 啊 我也可以 我是Leader 我也可以看你 有什麼東西我 你不會打 我可以幫你啊 啊 就這樣 然後之前 那現在我可以有Q&A嗎 是真的Q&A 對啊 你自己Q&A啊 哈哈哈 沒有 他現在 他沒有事情問你 好 後台已經過了啦 好了 你要問什麼 我剛才這樣 重新 用一個新人這樣去聽 對啊 我 我 你覺得 我就是一個好像一個 怎麼說 一個housewife housewife This is too good to be true so when I go home I want to tell my husband 他一定會說 你給人家騙 啊 所以我就想 現在就 before I go back to my husband 對 所以你要 當然你要跟他講說 他加入 如果他加入了對不對 不是 還沒加入 所以說 那他們這個公司賺什麼錢呢 當然 因為每個人推廣醫生的產品 醫生就把60%的利率 跟你們分享 就是這樣咯 因為他沒有打廣告嘛 他就把廣告錢分給你們咯 就是這樣嘛 他沒有十幾天就沒有租金對不對 沒有廣告就不用花很多億的錢 好像蘋果十幾天啊 還有租金還有請控 當然這些錢是省起來嘛 省起來才做什麼 你們就是我們的廣告 你們就是醫生的廣告 你們就是醫生的廣告喔 那如果你這樣說呢 我就有一點點感覺 oh so this is like something like network marketing 他有一點像 可是network marketing要囤貨 還有呢 還要有 每個月要達到一個業績才可以 達到 拿到收入 而且不能 因為他不是電子商務 他也不能擴大一百四十多個國家 對 OK I really want to sign up today because I want to get your free classes but then I still need to go back and talk with my husband I mean you can go back and talk to your husband but your husband will not understand because這個商業模式 有誰是第一次聽過 如果你是第一次聽過 你說他們會知道嗎 外面的人有沒有知道 不知道的 所以你問他們也是 也是 他們也不知道的 Yeah maybe I'll bring him next time Yeah yeah 所以如果你要你的先生 叫你先生來自己聽 因為你自己會解釋嗎 因為他這個商業模式 外面有很多人聽過嗎 沒有聽過 那他怎麼知道這個東西 一個人如果沒有看過一個電話 如果這個電話可以穿在皮膚上面 沒有看過 你跟人家講外面 人家會講說 哪有這種事 我沒有看過 OK 我可以問第三個問題 所以這個邏輯上 消費商的商業模式 你覺得邏輯上 因為通過你的分店 每個人的消費量 那個六十八線就是在這裡給你們 OK Can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OK This is very convincing when you standing there telling us 你有四萬多個人 OK I don't say 四萬多個人 You can share other people's story 我們在有一些專職 有一些人在這裡 他下面有一個人 他是電腦工程師的 他是光頭的 他講話 他跟電腦講話 比個人講話更多 可是他下面 這邊呢 卻有十萬多個人 十萬多個分店 十萬多個分店 不一定要講自己啊 對不對 最主要是排隊 排隊比我講話更重要 氣氛 對 氣氛比我講話更重要 OK 那排隊的人出來分享嗎 對 分享不要講產品 因為他們來是來聽要做生意的 你一開始就講 我用了產品多少不可以 你要先講自己 我是做什麼 我的名大跟 OK 你們要學習啊 這個見證是這樣做的 一出來跟大家說 Hello先 大家好 很重要 因為 那個人是陌生人 所以你要他有好感 所以你一定要說 大家好 大家好就有好感了 第二 你的名是什麼 你是重複什麼行業 因為 人家在那邊 會聽 可能他的行業 他是做銷售的 還是什麼 我是家庭主婦 我交入爵士 是因為偶然一個朋友 介紹給我 那我為什麼 會看中這個生意呢 是因為 我叫做家庭主婦 如果家庭主婦 我 家庭主婦 要講出你的問題 你的 講出你的感覺 對不對 OK 你看 我跟你講 講話是怎麼講 才有感覺出來 很重要 我給你三個詞 你跟我講 哪一個比較有感覺 OK 魚 魚 魚 你知道魚 魚 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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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鯊魚 大白鯊魚 OK 哪一個比較有感覺 大白鯊魚 對 因為你講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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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有感受 就越有感覺 講得越長 所以我就講說 為什麼我會家庭主婦 因為我以前我是做家庭主婦 因為每一天呢 都要 要煮飯 因為我是在跟家庭裡面 坐在那邊是家庭主婦的人 所以我會講 我的問題是因為我的 我每次只看老公 我看我老婆那麼辛苦 而且呢 我要照顧孩子 我因為照顧孩子 我犧牲我的工作 我以前是會計師 可是我 我吃掉我的會計師 還照顧孩子 所以照顧孩子 一轉也是十年了 可是這十年來呢 我要給我媽媽錢 我還要看看 我的老公的顏色 還要給我老公 我很多東西 不能獨立做 因為孩子 可是現在孩子大 所以我一直長機會 可是我不能打工了 因為我已經五十歲了 對 所以我就有這個問題 剛好一個朋友介紹我這個平台 我就看到這個商業 我是覺得 如果跟這些醫生合作 我覺得說 因為我周圍的人都很看得起我 所以我跟他們講 我跟這些醫生合作 人家就覺得會支持我去做 所以我看到這個產品那麼好 又看到那個獎金制度 可以有持續性的收入 因為我就不用靠我的老公 所以因為這樣 我才要去做這個解釋 可是因為呢 做了解釋現在呢 我的分店已經分到不懂幾個國家了 我也不懂去到什麼國家 那我的業績已經去到哪裡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如果你們要找機會 這個是最好的一個機會 因為沒有給你負擔的 而且 除了這裡之外呢 我以前我有這個病 我有骨質 所以因為用了這個產品 用了三個月 以前的骨質非常痛的 每次要站起來就痛 而且每次要乾重的東西 一乾東西就會痛到 所以很痛苦 看了推膜啦 花了幾萬塊 十幾萬 都沒好 剛好呢 我用了那個配全金 用了大概幾個月 現在我沒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現在我拿中什麼都可以了 謝謝我的分享 所以呢 你先講生意 為什麼要做這個生意 那你在解釋 還有 你要講你未來在解釋 會看到什麼 會上到什麼業績 會有到什麼成績 我看到未來這個商機 是已經是未來的商業模式 所以我知道 當我進來這個基因 而且已經有很多人會 已經成功了 因為網絡是一樣 他們會教我 因為我學到很多東西成長 所以現在我知道呢 我未來一定會成功 我一定會 我一定會賺到 一萬的持續信奏 對 所以謝謝 好 所以這樣呢 除了 除了商業 為什麼要做這個生意 你也可以後面還加 你的產品的見證 OK 好 謝謝 OK 謝謝 OK